为了配合民众用电需求加速供电时程 并提供可靠的稳定电力 台电台北西区营业处 特别招募新进人员筹备一年成立施工班 并且在近日接牌启用 未来不管是平时或是紧急时刻 台电都能够马上调派人员处理 提供给民众更专业更及时的供电服务 为配合民众用电需求加速供电时程 并提供可靠的稳定电力 台电台北西区营业处筹备一年的施工班 正式接牌启用 最近因为我们承软商的人力也越来越老化 又面临到我们公司自己人力 大量的退休潮 所以施工的能力日渐的衰减 台北西区其实是看到了未来 我们把施工能力再重建 所以我们勇于去承担这个责任 台电台北西区营业处也是大台北地区 第一个成立施工班的区处 共有四个班一班六人 由资深员工带领新进同仁 并规划专业设备精进同仁技能 这个整个训练的场地 还有包括刚才去看的那个地下的训练场地 其实都是在为他们精进他们的 这个施工的技能 我们来设立的 所以他们现在白天 可能跟着班出去做训练 做食物上的操作 那下午回来之后 如果还有空闲 他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场地 来透过更精进的技术的来训练 为了加强新进同仁的 施工专业技能 除了平时实际出班 回到区处还得加强训练 施工的能力会越来的越强化 那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外线的工作 就不需要再透过这个承担商 我们可以在自己 不管在紧急的时候 或正常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透过自己来施作 相信有了施工班的加入 台电台北西区营业处 未来能够提供给民众更专业 更及时的供电服务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新庄采访报导